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正在外地带工程 小妍 我们昨天去大厅了一下拆迁政策 很可能按人头发放 一人十万 我和你爸商量了 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七个月了 趁着拆迁这事正式烙定神声出来 还可以多赚十万 我和你爸看了黄历 五天后就是好日子 把孩子生了吧 娃娃慢悠悠地说 我立刻长毛了 妈 孩子才七个月 离遗产期还远着呢 为了十万块钱 让根本就没有发育成熟的宝宝提前出生 你们想钱想疯了吗 娃娃一脸不鲜 老花说得好 既活八不活 那是我孙子 我能忍心让他出危险 现在艺术那么发达 保证没有问题 我不同意 当初生大宝时 你们就逼着我提前抛妇产 害得大宝差点没了 你们能不能别这么自私 我气得红了眼眶 你真是没良心 我们图什么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大宝最后不也平安无事吗 告诉你 我已经和医生约好了 五天以后 你必须给生 我窝瞪着眼睛说 我气得摔门而出 我拿出手机给行东打电话哭诉 却传来行东疲惫的声音 老婆 我妈不会害你的 你先答应她 别惹她老人家生气 我这两天回去再说 挂上电话 我再一次泪如雨下 这次我一定要抗争到底 不能再让生大宝的悲剧上演 生大宝时 婆婆逼着我提前三十五天抛妇产 婆婆打听到 月月出生的宝宝上学时是丛林孩子中最大的 在学习中会振明显优势 非要逼着我提前生 我当时不同意 婆婆就把七大姑八大姨选请家里来劝我 说大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不就是图孩子飞黄腾达有出现 提前三十五天 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 孩子的各个器官早就发育好了 就是在里面长肉罢了 有苗不愁长 生出来 保证很快就能赶超别家孩子 总之一句话 又赢在起跑线上 丈夫行东也加入劝说的队伍 多方压力下 我只好同意了提前抛妇产 医生是我的高中同学丁梅 他对我提前生子非常反对 给我讲了很多出现可能的危险 我吓得流下眼泪 想打退堂鼓 我不直接朝医生吼起来 我们什么时候生孩子 关你什么事 我们交了钱 你负责生就是了 孩子出现任何问题 与你们一生无关 可因为早产 大宝出生后脸部亲子 一直没有哭声 医生们足足抢救了十几分钟 才从鬼门关里救回他 大宝在保温箱里待了一周 才脱离了危险 可后来大宝却总是体弱多病 让我愧疚万分 这次宝宝才七个月 我更是不能答应 无奈之下 我回到娘家避难 可第二天 公婆就找上门来 我不一进门就和我妈吵起来 埋怨娘家不懂得情理偏袒我 你女儿嫁进行家就要听从婆家的安排 我们又不是让她跳火坑 这闹哪门子脾气 如果是你女儿怀了你七个月 你忍心让她提前生吗 我妈咄咄逼问婆婆 婆婆明显一愣 但随即又张牙舞爪 如果婆家要求她这么做 我当然不会反对 婆婆这圆滑的回答真是让人膜拜 总之一句话 既然嫁进婆家 就必须听婆家的话 一番争吵后 婆婆没有赠到便宜 气哼哼走了 可没想到 晚饭时婆婆再一次登门 这次她直接抹起眼泪装可怜 亲家母 我们都是当妈的 那可不是为了儿女着想 你骂我见前眼开 我也是万不得已啊 其实有件事 我一直瞒着小言 看来我不得不说了 婆婆故作神秘地说 我和我妈冷眼瞪着婆婆的下吻 半年前 行动在单位犯了错 被罚了很多钱 也被撤了职 其实 她在外带工程是假 她正在外地打工 婆婆抹泪说 你们是知道的 一年前 行动骑摩托车出了车祸 撞死一个人 赔了四十万 唉 这旧债还未还上 新债又来了 听了婆婆的话 我不由得着急了 妈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妈将我按下 你急什么 打电话问问行动 落实真假再说 我赶紧给行动打电话 行动短暂的沉默后 终于承认 说公司让她赔二十万 还辞退了她 她不敢告诉我 怕我着急上火 我心疼不已 怪不得最近给行动打电话 她的声音听起来总是很疲惫 婆婆握着我的手说 小言 跟妈回去吧 行动明天就回来了 我们同甘共苦 一起面对 我不顾父母的反对 跟着婆婆回了家 中午时 行动回来了 一脸憔悴的模样 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自责让我担心了 我抱着她 哭到说不出话来 行动给全家人都带了礼物 特别是给大宝买了很多饮养品 婆婆一阵心疼 你自己都瘦成什么样了 还管你家里 我们都好着呢 大宝非让行动抱她 行动刚把大宝抱起来 突然表情痛苦地把大宝放下 说腰不行 当我掀开丈夫的衣服 立刻泪若全油 密密麻麻一大堆羔羊 行动给我抹眼泪 没事 养活几天就好了 我心如刀脚 晚上 全家人坐在一起 商量我提前抛妇产的事 我不苦口婆心地劝我 我去咨询医生了 保证没有任何问题 你们还犹豫什么呢 十万块钱呢 行动得出多少苦力 才能挣回来 我问行动的意见 她却说 老婆 你说了算 行动出去买菜的时候 婆婆再一次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儿子娶了你 真的是倒了大霉 都说夫妻要同甘共苦 你为她分担了什么 这么多债务压在我儿子一个人身上 那太不容易了 如果你不同意提前生 说明你根本不爱我儿子 干脆离婚吧 我简直不相信 婆婆竟然逼我和行动离婚 我记得也发了飙 离不离婚 不是你说了算的 婆婆被我骑病了 躺在床上呻吟着 家里无烟瘴气让人崩溃 那晚 行动突然对我说 老婆 要不咱还是听妈的吧 妈也是好意吗 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最好的专家 保你们母子平安的 我流着泪答应了 主治医生还是丁梅 她听说我要提前抛妇产 记得直拍桌子 小妍 你气疯了吗 你可知道这样做多危险啊 你们这是拿你和宝宝的生命开玩笑 太不负责任了 我苦笑着告诉丁梅 我已经决定了 为了安全起见 医院临时抽掉了儿科医生 以防止意外 我的整个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觉得每一秒都那么的煎熬 手术前 我听见一个医生小声嘟囊 这家人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七个月就要抛妇产 这不是胡闹吗 就是就是 这是在赌命 躺在手术台上 我不禁泪流不止 我祈祷着 我的孩子一定要平安 我轻轻地觉得 孩子被娶了出来 可很久也没听到孩子的哭声 接着是医生护士们紧急地抢救声 很久之后 我终于听到了孩子的提哭声 可那哭声却一点也不响亮 我的心紧紧地揪在一起 是个女孩 刚满四斤 宝宝的心肺功能都极其微弱 被送到了儿科ICU 我再也没有笑过 每时每秒都是对宝宝的担忧 产后第二天 我便不顾身体的疼痛 非要丈夫推着我去看宝宝 当我看见保温箱里 那么一丁点的宝宝 竟然浑身插满了管子 我不禁嚎啕大哭 宝宝 妈妈对不起你 让你一出生就受这么多的罪 你本该在妈妈肚子里 安然长大的 丈夫一边安慰我 一边也忍不住长去短谈 我没有想到 直到我出院子那一天 宝宝依然未能出院 我日日被愧疚折磨着 世面焚躁 我不更是一百个不乐意 说本想提前抛妇产 多得十万块钱 可这丫头生下来救住院 这不是烧钱吗 我被婆婆的话气得半死 孩子在受罪呀 我真后悔一时心软 答应提前抛妇产 宝宝在保温箱里 待了整整三个月 医生告诉我们 孩子很有可能落下后遗症 比如哮喘 或者智力低下 听到医生的话 我泪如雨下 可婆婆却说 早说呀 还不如不至呢 花这些冤枉钱 我气得直接给了 婆婆一个耳光 这是当奶奶 跟她说的话吗 我和婆婆撕了起来 婆婆叫嚣着 让丈夫和我离婚 行动第一次朝婆婆吼 妈 别闹了 再闹下去 这个家就完了 我告诉丈夫 不管二宝将来怎么样 我哪怕砸锅卖铁也要养活他 宝宝还没出院 行动就出去打工了 那天 我在街上偶遇到行动以前的同事 他向我道贺 说行动最近可能要升职 我纳闷不已 行动不是被公司开除了吗 我就委婉地问 你们公司前段时间出事了吗 我们家行动有没有被牵连 同事一脸貌 公司没出事啊 你听谁说的 我心里一阵慌乱 难道行动在撒谎 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决定亲自给公司打电话过去问问 我查了行动公司的号码打过去 对方告诉我 行动一直是公司的骨干成员 从来没有受过处罚 我简直快气疯了 我给行动打电话 让他立刻回家 行动不耐烦地说 他正在工地打工呢 不让随便请假 我当即戳穿了他的谎言 行动 你根本就没有被辞退 二十万的战务也是假的 你真是个混蛋 你和你妈这么处心积虑地骗我 就为了让我提前抛妇产 就为了得到那十万块钱 你们真是连畜生都不如啊 可我们的宝宝 却成了牺牲品 都是你们害了他 我咆哮着 行动也在电话里吼 孩子在你肚子里 你如果不收 我们还能绑着你吗 孩子是你害的 别把责任赖在别人身上 还说呢 自从这孩子出生 家里没一天消停的 这身子真的是够了 说完 行动直接挂了电话 我欲哭无泪 我无论如何 也不能原谅丈夫和婆婆的欺骗 为此 我和行动日日吵架 可婆婆也水火不容 日子没有一天宁静 很快拆迁款下来了 我们确实多得了十万块钱 可婆婆却不开心 唠唠地说 给二宝治病就花去了八万多 太不可算了 发现这天 我向行动正式提出了离婚 我得到了二宝的监护权 和一栋房子的拆迁款 我婆本来不想给我那么多钱 我撒了泼 如果不给 我发誓 一定不会让全家好过 法院只把二宝判给了我 我走的那天 大宝哭得肝肠寸断 我也哭得差点昏厥 未来 我将面临着如何的艰难和痛苦呢 我想也敢想 除了埋头向前 我还能怎么办呢 小妍的悲剧 远于提前生子 宝宝的出生 本来是一个家庭最愉快的事情 可在小妍家两次生产 一次比一次痛苦 大宝提前抛妇产 是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二宝提前抛妇产 更奇葩 竟是为了多得十万块钱的拆迁款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丈夫竟然跟婆婆联手演戏 急于小妍施压 逼迫她 她的心里 可曾真正疼爱小妍 疼爱孩子 遗憾的是 二宝命悬一线 随经医生抢救 依然面临各种疾病的残害 莫迫的奇葩想法 真是让人气愤 孩子是否有出息 难道仅靠学习成绩 再者 生在医院的孩子就一定是学霸 愚昧至极啊 更可气的是 孩子的生命 竟然与十万块钱的拆迁款等价 真是让人惊叹 生命是无价的呀 其实如小妍婆婆这样 为了某种目的 而选择提前抛妇产的人有很多 有的人是确实为了孩子升学 比如大宝的生日 也是为了求音乐的生日 也有人为了让孩子早一年上学 而故意提前到八月生子 真是各种各样 有的人则为了一些特殊的日子 比如说国庆节 奥运会 新年等等 有的人则搞封建迷信 算了良辰吉日 按照大师的意见 提前生出宝宝 申动得李女士 提前抛妇产的原因更奇葩 竟然想让宝宝和自己 同一天生意 她不顾家人的反对 提前了四十天 抛妇产生下孩子 然而没想到的是 孩子从生下来就呼吸不畅 大脑缺氧 送进了保温箱 让李女士万分崩溃的是 宝宝三个月时 查出德恩老摊 政府为此和她日日争吵不休 她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不能自拔 据专家说 比起在怀孕四十周降生的婴儿 在三十七周出生的宝宝 患脑胆的几率增加了百分之九十 四十二周后出生的怀孕儿 患病几率亦增加百分之四十 老花总说 瓜属地落 胎儿只有在子宫里足月了 成熟了 才会在新天健康方面占有优势 她才有能力抵抗细菌或者病毒的侵蚀 顺利茁壮长大 而如小妍这样 违背自然生长规律 强制让宝宝早产 会引发更多可怕的健康问题 据专家说 饮摘瓜对产妇和宝宝都有害无益 术后和术中出现的并发症的几率比较大 会影响新生儿和产妇的健康 提前抛妇产 可能造成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 缺氧缺血吸脑病等早产并发症 产妇很有可能造成产后大出血等危险 强烈呼吁大家 不要提前抛妇产 如果实在是因为身体等其他因素迫不得已 也要到正贵大医院 在保证母子平安的前提下再手术 每个宝宝都是一个小精灵 他或他身上赋予了父母最深沉的爱和祝福 我们应该敬畏性生命的到来 而不是变相地伤害他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